HELLO 大家好 我是洪悅 那我們今天呢 要繼續翻看我們的伺服日記 然後為什麼我的出名被放了一堆箭頭啊 這什麼鬼 雖然是不影響啊 但 怎麼感覺會超醜的 我天啊 那總之我們上一年不就是蓋了這個雅洛克的雕像嗎 然後 我自己是覺得蓋的還不錯啦 總之不知道各位觀眾怎麼想啊 應該是正面評價的G多巴 那我們今天的話要做什麼呢 今天呢 其實啊 我私下有沒有 在看一些影片的時候 我有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也不是很有趣啦 只是我自己看了會覺得很療癒的東西 各位觀眾看標題應該也知道啦 就是 茯林脈絡有沒有 他可以準備很大的量 然後做一個通道 看起來的話是非常的療癒 雖然說應該會有人覺得 蠻有密集恐懼症啦 但我不會啊 我不會有密集恐懼症 我看這種東西我會覺得很舒壓 所以我今天呢 就打算來復刻一下 就是彼恩製作的那個 茯林通道啊 其實這個也不算彼恩製作啊 就只是很單純 就一個血通道而已 那我現在呢 就是稍微來看一下我這邊有沒有所謂的 符林脈絡 我自己猜測可能是沒有啦 呵呵 這邊是完全沒有 只有一些符林笑口什麼的 真的假的 符林脈絡我這麼難取得 我加一堆垃圾而且都沒有分類 雖然說這些也不是我丟的但 真的完全沒有那個符林脈絡欸 OK 沒關係 那基本上就是要我們 呃 花一點時間前往遠古城市 來去蒐集就對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趕快來這邊 拿一下這個煙火 這邊沒有煙火沒關係 我們親自做啊 親自做 哇 各位看一下這火藥塔 真的好久不見了 欸 然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魔法金屬玩太多了 我突然覺得 minecraft原版的箱子好小喔 超小的 等一下 總之我們就是做很多煙火 雖然好像不用做這麼多 但沒關係 喔對 然後順帶一提啊 不知道觀眾有沒有發現喔 我私下其實已經把那個 雕像有沒有 擺的左右對稱了 我們目前站在這個地獄門的這邊看有沒有 其實是左右對稱的啦 應該有吧 看起來應該 應該是左右對稱啦 感覺好像沒有左右對稱應該是這根柱子的關係 但他應該是真的 有左右對稱 隨便啦 管他的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直接前往遠古城市啊 呃 其實我真的很久沒去囉 我已經忘記那個地方在哪 可能就要稍微花一點時間找吧 但我記得是這個方向啊 所以我們就稍微花點時間吧 可以過去看一下 喔 好像就是這個山喔 我們來看一下附近有沒有我做的那個記號 喔 找到了找到了 果然是這裡 這裡就是我之前來過的地方喔 喔齁… 我們馬上下去看一下 喔齁… 那我們現在要靠 gerçek的東西就是我 動作科範圖 呃… 我要一個人在這種地方蒐集這個東西 我的天吶 OK 大概挖了十幾分鐘吧 我們目前是蒐集到這麼多的茯林脈絡 其實已經夠多了啦 我們就直接回去吧 OK 那總是我們回來之後呢 我們還會需要準備 呃 該這麼講 石頭 畢竟那個通道好像就是用石頭加茯林脈絡 組合起來的 那石頭我其實不知道我這裡有沒有 等下我這裡是不是沒有石頭 我這裡只有鵝卵石 喔喔有有有這裡有石頭 沒事沒事 欸 鵝 這樣的量夠嗎 應該夠應該夠 應該說我只是想要鋪一個 從我們這個區域有沒有 然後往下的一個通道 所以應該還夠啦好不好 那地點我其實也已經決定好了 就是我們這個迷宮這邊有沒有 你們不覺得我們走到迷宮這邊之後 欸 每次 呃 要下去都還要走很遠很麻煩嗎 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在這邊有沒有 搭一個 斜下去的步道 感覺如何 就直接這樣子斜下去地一下 應該還還行吧 那我現在呢就先把這個平台給搭好 然後再往下好了 平台的話一樣啊 我們就是用森板營就行了 OK 那總之就可能類似這樣子有沒有 花了一點時間啊 這個通道就會是這樣子 垂直的到下面去喔 不過我這個可能要先算好那個距離 就是從下面上來的距離 畢竟我們 要由上往下蓋有點麻煩 不管啊 總之我就是在這邊稍微花一點時間 把這個區域給蓋起來 然後各位觀眾就知道我想呈現是什麼啊 我們就稍微花一點時間吧 OK 各位觀眾我稍微花了一點時間有沒有 終於把我們這個隧道給完美的蓋好啦 各位稍微看一下裡面 哇 這個 欸這邊是不是有BUG啊 就是沒放到的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去確認一下 哇還真的有耶 我在放的時候 因為這個東西要一直放喔 或多或少會遺漏掉一些 那剩下的東西應該就沒有了吧 目前看起來是挺順的啦好不好 呵呵呵 啊上面呢 哇 各位沒有覺得我們這個畫面非常的恐怖嗎 然後上面的話我都是有漏一個洞的喔 畢竟如果沒有洞的話 呃裡面會太暗 其實就看不出這個 驚艷的效果 那基本上我們沿著隧道走下來之後 呃最底下有一顆石頭啦 大概就是長這樣子有沒有 這個東西其實不是什麼新的礦石阿 他就 他就單純那個 呃放一顆凸起來的石頭 然後放上更多的觸媒這樣子而已 看起來有沒有 非常的 非常的可怕 然後現在快晚上了 我們先回去睡個覺好了 然後順帶一提阿 其實 就是 我先錢挖的那個福利敗洛有沒有 完全全就不夠用你知道嗎 他我就是還要再帶著一把新的鋤頭 然後去收紙 真的是花我超多時間的 我沒有想過他這一個通道的量會需要這麼大 那這些都不重要啊 總之目前看這個畫面 有沒有感覺到非常的疏壓呢 我自己是覺得非常的疏壓阿 那接著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找一個受害者阿 可能是阿洛好了好不好 我們之後找阿洛 然後叫他進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讓他感受一下 什麼叫做恐懼好不好 感覺就很有趣喔 不過為了掩蓋這個秘密阿 我必須就是 在這邊放下告示牌 然後 放一個這個 這樣子應該就比較 沒那麼容易 呃看穿有沒有 剩下的可能就 可能半磚啦好不好 稍微賭一下就好了 這樣看起來其實也挺帥的有沒有 雖然我覺得這個石頭 跟我的這個森板 也真的沒有很搭 但沒關係 因為石頭才會有那種 噁心的效果 畢竟如果我是用森板 他其實會有一些紋路在阿 那就 沒有像石頭一樣那麼的 那麼的 驚豔喔 總之他這樣跳進來之後 就會感覺到 唉呦 超恐怖 然後我就跟他說這是一個 快樂的樓梯 走到底下就可以出去 但實際上走到底下也是 出不去的 呵呵 OK阿 總之我們現在就來請阿洛上線 見識一下我們這個 驚喜阿 洛哥 嘿 洛哥上線一下 阿妳人在哪 我不知道我在哪 樓下啦 喔 樓下阿妳搭水電器上來一下 我要給妳一個驚喜 你要蓋個迷宮喔 不是 我蓋了一個快速通道 好 下來下來下來 快速通道 這裡過了下來 我帶妳去我帶妳去 哪裡 這裡 這裡這裡這裡 蝦 你一定超喜歡 你是不是很喜歡那種 像神秘通道的東西 嗯哼 你有看到嗎 我有打一個快樂通道 欸我看到了 那邊是很快可以下去的東西 喔真的喔 他看起來很不快速欸 沒有沒有他超快 你有來嗎 有在後面 我看一下一個樓梯 什麼樓梯 這內部結構是非常複雜的欸 走這裡走這裡 這裡可以直接進去 直接進去 對 直接進去 喔喔你用鑽石 對對對 喔 好噁心喔 而且這很慢 真的好快 啊啊 走下去有出口 你懂嗎 怎樣 哇超慢走下去喔 對啊 這你很噁心欸 你不覺得很舒壓嗎 不覺得 我就超不舒服 真的假的 超不舒服 我密集恐懼症 你覺得超不舒服 而且這有沒有鏡頭啊 有啊 你不能挖到地底吧 沒有沒有有鏡頭啊 我可以直接從這邊挖洞下去嗎 不行 欸你為什麼可以飛 欸 上面有洞欸 你不知道上面有洞喔 我不知道 我可以飛出去嗎 不行 你給我下來 快點 啊你為什麼不死圖洞 我怕我死掉了 你就很容易害我死掉 你看下面是不是很漂亮 這是什麼 一顆新的礦石啊 啊 這是礦石 對啊 對不對 屁啦 這不是那個嗎 哪個 欸你幹嘛 你在破壞我的東西 這難吃過 啊我走出去 走回去啊 走回去 走回去 欸幹嘛 我飛不上去 啊 你走 你要走回去啊 我不要 啊你 你是不是覺得我這通道很漂亮 很爛 很爛 很爛嗎 對啊 沒東西了就這樣 對啊 你是不是覺得很棒 你告訴我 沒有人騙我 這哪是什麼快速道路 那你是不是覺得 啊你真的覺得很噁心喔 很噁心 太多了 而且沒有鏡頭 對 你現在讀起來我完全看不到 最 最後面是什麼 什麼意思 就走下去的時候 你最後不是堵一塊石頭嗎 嗯哼 看起來就像沒有 沒有 沒有底 有啊你下來看 你下來看 我不要再走 快點下來 啊你有視野放大嗎 視野放大啊 我有 你看一下咪就看得到鏡頭 屁 這樣更噁心 我跟妳說視野放大之後 他長得更噁心 為什麼 你會覺得嗎 不會嗎 不會啊 不會啊 好啦那總之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 快樂 快樂快速道路啊 相信阿洛也是 感覺到非常的喜歡才對 那總之我們今天這集 就差不多先到這 感謝觀眾的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